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一下 你站住 你干嘛的 这是你的东西吗 我觉得吧 这个东西啊 摆在公司不合适 我把它拿走 合不合适呢 你说了不算 这是公司的东西啊 你是新来的 对啊 新来的怎么了 哦 我跟这个公司的人啊 都很熟 我呢 经常把这儿的东西拿回家 这个摆在公司 不好看啊 它不好看也是公司的东西 又不是你个人的东西 不是你个人的 你就不能拿回去 这个你都不知道 还得我教你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跟这个公司的人都很熟的 反正这是公司的东西 你不能把它拿走 给我 要不这样吧 你就当我买的吧 买 你自己出去买钱 我们这儿又不是罚店 我们不卖 要不这儿 我给你一百块钱啊 你也留着 你少来这儿一趟 我才不要呢 你把它给我 给我 快来人呐 来人呐 有人偷东西了 快来人呐 来人呐 快来人 杨契格 有 什么呢 刘经理 你 你来的正好 这里有人偷东西 啊 你知道他是谁吗 谁啊 他就是我们公司的刘董事长 啊 刘董事长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是刚来的 没见过你 行了吧 上去哥 你忙底的吧 你忙碌 这个人是你招的 啊 是啊 还挺有责任心啊 行 我走了 董事长 你说 你老拿办公室的花干嘛呀 你觉得 他摆在办公室 合适吗 我觉得挺好看的 那是你觉得 我 这个东西 你直接告诉我 你觉得合适吗 唉 你知不知道 你应该给你的直接领导去汇报 而不是直接给我 这在职场当中是很严重的 你这叫月期汇报 行了 我会给你的直接经理说一下 扣你两个月的工资 董事长 那善 就当我没说 你把它还给我吧 坐下 我刚才仔细的看了一下 你提出的这几个意见 其中有一个员工去食堂吃饭 长时间排队 确实应该分批次进餐 要不然严重影响了大家的时间 可以考虑 这样既可以减轻食堂的压力 也可以提高公司的效率 可以采用 你刚才不是说要扣我公司吗 怎么 这又行了 张翠哥 其实不瞒你说 公司有一些小小的毛病问题 我都知道 我正准备成立一个急查部呢 这正好这个经理我还不知道怎么选 既然你能给我提出这几点意见 说明你对咱们公司啊 还是非常用心的 那这样 我们公司从明天开始 急查部正式成立 你啊 任公司的经理 我正于成经理了 对啊 有什么问题吗 你现在月工资多少钱 啊 两千五万 两千五啊 两千五 太少了 嗯 太少了 从下个月开始 你工资调到七千 明天啊 正式 任职啊 哈 哎 哎 哎 等一下 哎 醒醒 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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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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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use